就是金華城的周邊 松山區呢 市長你在擔任市長以來振興了不少的區域 包括我看到有起色的是我們南港區 然後包括像是西門町也做得不錯 可是市長 你知道現在南松山 北松山這邊 從民生社區有一些些 然後主要是金華城周邊 店家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全都倒了 市長 你知道最近因為金華城 也不是因為金華城啦 就說最近南松山這個區域的發展的狀況非常糟糕的事情嘛 跟這次疫情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他就是因為那邊以前早期是有很多商辦嘛 那後來交通不方便的關係很多都撤出了 然後後來有金華城就是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些商業發展 可是金華他金華城是百貨公司嘛 那後來倒啦 倒了之後呢 加再加上疫情 可是其實跟疫情沒關係 疫情之前就已經這樣了 然後連旁邊家樂福都倒了 然後那個店你去看 全部是倒一排 所以變成是說 那個區域其實 如果你直線距離信義區 走路大概5到8分鐘而已 是非常近的 他就是隔一個鐵道園區 我們下一張 這個圖有一點小啦 你可以仔細看一下 就是說那個鐵道園區就是阻隔了我們信義區 跟松山區 它就是擋在中間 那如果我們算直線距離的話 其實走路5到8分鐘就可以抵達了 可是現在是要整個這樣繞過去 那繞過去的狀況之下呢 就很遠 如果你要搭捷運的話 更是完全不同 你要繞到西門町再繞回來 基本上是不會有人這樣走的 所以我看到杜發局的工作報告裡面 他有講到說台北市重點景觀地區的行動策略計畫裡面 也有點到這個區域點 可是目前都沒有看到任何比較詳細的計畫 我想要請教市長的是說 在這個松山區 大家都認為是很有商業氣息的地方 發展很好的地方 可是現在已經沒落成這個樣子 我們市府有沒有任何的方案可以去做協助跟處理 有任何的發展計畫有沒有 你們有就幫市長講啊 不要站在後面 目前沒有 這個 我們 重點景觀地區就是在國爐計畫底下 那希望對於台北市的一些 就是景觀重點地區嘛 來做相關的措施啦 包括可能要要求要做督神等這方面的 所以我們這個 聽不出來有什麼具體的計畫 不好意思 會會我們會針對他的景觀 還有那個都市設計審議 會來做一些的策略 會定相關的準則 市長我們真的要跟你陳情的就是說 那個鐵道園區它當然是古蹟是沒有辦法去動 不可能在那邊開一條路 可是現在都用圍牆都把它圍起來 就文化部的那個把它圍起來 那這個其實就阻隔了信義區跟松山區中間的發展 其實如果可以讓兩邊是暢通的 甚至未來假設說可以有U-bike兩邊通行的話 至少讓人能夠走嘛 那其實松山區跟信義區 只有一路之隔而已 是非常近的 但是現在大家整個繞過來 就阻隔兩邊之後 信義區的發展非常的好 就是這邊了 信義計畫區就是這附近 我們從那裡就可以看到101了 可是兩邊的發展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那現在又再加上金華城倒閉的關係 疫情的關係 那個地方已經完全是沒有任何商業氣息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大家只看到西門町 大家只看到南港 可是沒有注意到有一些本來表現不錯的 就是一個比較中年的一個區域 現在的發展也是非常的不好 市長 台北機場喔 拖了五年都完全沒有反應 我不曉得文化部也不曉得有什麼計畫 他們有編很多錢 但是都沒有在動 編了一些錢但是沒有動 我跟翼座報告 在一個多月前 那我有帶著我們交通局 還有這個體育局的同仁 那麼去拜會台北機場 那也跟文化部的這個政務次長 有過一次比較完整的討論 那目前我們還是有一個期待了 就是說剛剛一座提到的 圍起來那個地方 希望能夠打通 所以市府的角度跟我剛剛講的是一樣 希望把它開放出來 對 因為那個地方的打通 對整個 當然如果將來能夠行車的話是更好 就對整個交通 整體的交通對未來 包括雙岩文創園區 甚至未來大巨蛋等等都有幫助 好 那因為這個議題比較大 一時之間大家也不太可能 給出什麼更精確的答覆 是不是三個月以內 我們可以再針對這個部分 再跟我做比較詳細的說明 還包括剛剛那個 黃局長那邊講景觀設計的部分 我都希望可以有更精確的一個答案 好不好 好的